这是双方副帅之间的一场比赛 双方二号单打的一个较量 庄志愿来说还是一个实力很强的运动员 中国对南队准备是奥运会的五个 第一集团的单打就有庄志愿 他们是波尔 水谷 朱诗赫 奥恰洛夫跟庄志愿 我们把三不所洛夫都排到第二集团了 庄志愿还是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 而且有一定的实力 而且这个运动员非常要求 这种威胁比较大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集团 也是加倍这种事认真研究 三不所洛夫来说 他也获得过两次世界杯单打的冠军 但整个从运动造力上应该说 比庄志愿要高一些 但是一个就是说的三不所洛夫人来说 我们觉得他是谦谦君子 就是说他非常绅士 也是一个模范丈夫 对其他太特别好 但是就是说的 我们有时候也说了 就是你的情太多了以后 你在场上来说 那种杀气就不够了 对 听说原来那个尹销教练 特别喜欢萨姆斯洛夫 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都想教他 尹销教练教球也有引 是 原来是孔令辉刘国梁的教练 在国家青年队的时候 一直主管这两个队员 桑斯洛夫呢 他是唯一一个就一直参加这个欧亚 或者亚欧全平行对抗赛的一个老将 对 因为波尔的身体不好 所以波尔现在有的时候 有些比赛他不参加 欧洲能获得世界杯单打的 在意的运动员 也就他们两个人了 波尔拿过两次 萨姆斯洛夫拿过两次 萨姆斯洛夫拿过两次 所以这个装志愿来说 应该说的比萨姆斯洛夫 应该有一些杀气 而且他的世界排名 应该说比萨姆斯洛夫低 他自己也放在一种挨兵的位置 他能够发挥水平 但如果真正的萨姆斯洛夫 要放开了 放手跟庄志愿要一搏的话 那庄志愿还是要显得弱一点 我去年当亚洲队教练 跟欧洲队打比赛的时候 我给庄志愿当教练 我有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庄志愿作为对手 我在他对面的话 我觉得他还挺难受 他作为我指挥的队员 作为我的同伴来说 我就觉得他太紧张 又不给劲 这种心理都很复杂 没错 因为昨天那场球 他跟奥恰洛夫来说 他是明显下风 所以他位置摆得正 他能拼得出来 他跟萨姆斯洛夫 他也是下风 按说他这种排名 当不了亚洲队的副帅 但是因为有可能种种原因 其他一些排名更高的运动员 他承担这个任务 对两个比他排名高的运动员来说 他容易发挥出来 那么从昨天两个选手的 这个表现来看 就是庄志愿呢 可能赢面大一些 因为昨天他和奥恰的这个状态 比较神勇 非常神勇 那么 萨姆斯洛夫呢 就是感觉到 还是显得沉重 慢了一些速度 所以就像李小冬教练介绍的 如果今天萨姆斯洛夫能够 发挥出他最好的水平 那这场球他还是可以赢下的 来 三姆斯洛夫就是说 我是说他是个君子 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冰堂口碑很好 有着很好的人气 你比如他打比赛的话 他发球碰到身上了 或者你打一个擦边 裁判没看见 他都会给你提出来 他自己甚至给自己翻复分 所以在这点上就是说做得特别好 所以他也后来选成了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 他老桑来说的 在这个运动员会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跟王立芹也是好朋友 他们有一些提案来说 都从运动员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 做了很多工作 做了很多工作 这是非常令人尊重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不够狠 对 是吧 特别是关键时刻不够狠 啊 削一板 翻手弹了 这个球啊 如果能再跑快一点 其实是来得及的 你别往后仰 这球直接往前上 我跟这个 上次的时候年轻时候那个教练 哥罗蒂亚的老教练 关系很好 他就觉得 沙文索洛夫是 他遇到最天才的运动员 没有打到世界顶级啊 包运冠军啊 就觉得就是他的性格太平和 害了他 啊 那是 竿子鲁人 是 看着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刚才李日导也介绍了 萨姆索诺夫的一些情况 但是我觉得就是 他想改变这种性格 特别平和 温文尔雅 特别绅士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他的本质就是这样 所以他 我刚才说他启蒙师傅 特别的遗憾 就觉得他这个性格 就太不强悍 太不张扬 我们竞技体育 还是一种竞争嘛 还是一种争斗 也有人说竞技体育 是现在没有硝烟的战争 就说的运动员 那他把这个青春 都投入到这个球上 他打的最后 就是打的这个输赢 到见输赢的时候 都三无所谓 漂亮 拉住 好球 我觉得好像很多年 没有看到张统员 打着这样的球了 我想可能也是随着奥运的脚步 越来越近 大家都在努力的去 争取最好的一个奥运状态 张统员的状态很好 而且他现在气也很旺 张统员他也很要求 他从小就跟着他妈妈 他妈妈带着他跟着哥哥 他哥哥也打球 当时也来到咱们的二队来学艺 后来在一队也练 我觉得就是他很不容易 就是大家看这个世界锦标赛 这个 诺华台北队外的做个女教练 那就是他妈妈 他们家好像开了一个球馆 庄职员世界排名最好 都是打到世界排名第二 现在庄职员今天的这个发挥 也是可以说非常疯狂 这个哪哪哪都有 昨天庄职员是战胜了 欧洲明星队的一号主将奥恰洛夫 那么桑普诺诺夫呢是输给了亚洲队的水谷笋 水谷笋呢在第二局 我记得是十比六领先 被桑普诺诺夫翻盘了 翻了一局 但是后面水谷笋还是一直非常主动 很上风取得比赛胜利 9-4 那这个球是接的很软很轻 其实男运动员也怕那种特别软 特别轻特别腻歪那种球棒 不怕那种特别正力量大的球棒 现在这个中国女队准备奥运会的时候 也借了一帮男二队的小孩 跟他们打比赛 我问那些小孩说的怎么样 他们说跟女队打球变扭 变扭 借不上力 都轻 一个比一个轻 速度挺快 球很轻 这样庄志渊呢 现在二比零领先 来看一下双方第三局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 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 均可发送1-1066-99998参与 全场将有五名信用观众 获得时尚手机精品运动装备 或千元现金大奖 我们看到庄志渊的进攻啊 他连续性强 另外呢 他正反手 现在都能够发得上力 桑苏诺夫 因为他相对而言 他的速度慢一些 所以庄志渊呢 他没板球来得及 好球 这个球太精彩了 我们看到庄志渊啊 他因为个子矮 所以他退到远台之后 经常跳起来拉 跳起来打这个球 对 很有意思 但是他能发足了力 现在啊 这个斯大姆索诺夫 只有拿出这个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就是放开一脖子这种球 才能够和对方抗衡 我们看到今天庄志渊 还是延续了 昨天对奥恰洛夫的 一个良好的竞技状态 今天打得更好 我觉得 对 我估计他那个教练 在拼命吊头 吊头他有点激情 有点对抗性 这个场上这个球 大家一看 他就是从气势上 完全被庄志渊压住 有点沉闷 在球路上让这个 庄志渊的速度跟变化也压住 就是 萨姆索诺夫是一个基本功 非常扎实 攻守非常平衡的运动员 但是他现在打的 就是说他让 庄志渊打得很狼狈 就是老来不及 即使碰到对攻 大家也给大家一个感觉 老桑 慢悠悠的在匀速 你看这都是匀速 他很少有突然的加速 他打得好 然后这个球里头 他对住一两把 他是要发力的 刚才李尔导介绍了 就是如何调动 桑普诺夫老将的这个激情 其实这个 真的想调动起来 并不容易 因为这个 他已经进入了一种模式 所以他突然你让他加速 这个也需要加速 是需要能力的 就是你的能力 你的这种激情 能不能激发出来 转弓 桑普诺夫 这前两把牛特别好 进台一个调打 完了寒手一压 出机会以后 他就挡一板 把一个大好的形式 把线索又让给了装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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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差不多已经对付成继了 我们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成为老将桑普诺诺夫的一个转折性的 球 有的队员在场上 他使的是按劲 有的使的是明劲 这老将你看他 虽然是感觉他已经老迈了 可是他能不能 这个后机勃发 能不能在 这样一个 经济状态下 能够把被动 转主动 一六六六文化 中文字幕-7.30 五、六、十 三、五、六、十 今天比在上賭組合也說不在狀態 不在狀態 我覺得他還是有一種消極的情緒在裡面 在船上不够自信 不够秀 这样张志渊3比0完胜了三四万福 为亚洲队再得一分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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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宇宙 感谢观看